OK,我不知道这个孟孟老师主持的时候有没有说我话话,但是有没有这个先问一下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个孟孟老师庐山真面目的同学,有的话你可以刷一朵鲜花送给他啊,我看一下有多少人见识到他的一个庐山真面目,我在这里呢,我们也不给大家看他的一个自拍了,我就直接给大家通过一个画板来画一下,我这个绘画水平还是比较高的,我可以准确的啊,来画出我们孟老师所具备的这种 特征,一个美丽的琴女子,她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一个特征,这就是我们的孟老师的这个头,对不对,然后呢,再来一个她的眼睛,鼻子,以及她的这个嘴,这鼻孔,鼻孔啊,然后这是她的耳朵,差不多,就长这个样子啊,两个眼,一个鼻子,一个嘴,然后呢,再来一个这个 两个耳朵,大部分呢,就长这样啊,那么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啊,其实就是通过一个Python代码来实现一个AI换脸,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触过这个换脸相关的一些内容啊,那比如说,刚才我在这里已经给大家通过这样一个绘画,对不对,充分的就展示了马克老师的一个绘画水平,这就是孟老师,对吧,原本的一个真面目啊,我在这里给他写的,真实的孟老 对不对,然后呢,通过我们的这个今天的一个代码之后,我们可以给他换个脸 对不对,换个脸,让他好看一点,或者说,呃,让他更能符合自己的一个审美要求,可能就比较长得就有点那什么,我来给他画一下啊 哎,这是他头发,对不对,呃,这几根毛我就不数了啊,就反正就头发,然后眼睛 鼻子嘴,对吧,然后有个耳朵 然后有个耳朵,OK,差不多啊,就这个样子,对不对,哎,整容,这是换脸前,这是换脸后啊,换脸后的一个样子 你喜欢哪一个,你可以刷个几,好吧,你喜欢真实的某某呢,你就刷个一,你喜欢这个换脸后之后的某某呢,你就刷个二 对吧,换脸后 OK,这就是啊,换脸,当然有些同学可能就,这这,对吧,太不形象了,老师你这个绘画水平太抽象了啊,真是印象派的,我没办法理解 那我在这里也给大家去准备了这个相关的一个视频,能够带领大家知道什么叫做这个换脸 比如说我现在就给大家去播放一个啊,来看一下 看到没 这个应该看到了吧 没有看完全呢 什么叫换脸 这个有点偏向于我们古代的一个叫做易容术,对不对 你可以易容成其他的人的一个样子 就是人品面具 对不对,人品面具 其实我们古代的时候也叫做换脸 那么现在的换脸不是真的是戴上这个人品面具啊,而是做什么呢 也不是化妆 也不是这种亚洲四大邪术,对吧,四大神速,化妆,对吧,边信,还有韩国整容等等 不是通过这种,而是通过那个代码来实现的 并不是真实改变的,只是改变了它的一个图像或者视频内容 比如说前一段比较火的一个视频 可能大部分同学应该了解过啊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看过这个没 这个应该看过吧 我就不但大家看完了啊 这个原本这个这个电视剧,对吧,老板这个电视剧真实的女主角过程叫朱音,对不对 然后呢,他呃,这个换脸之后,或换成的啊,换成的是这个杨幂的脸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这两个人的演员,对吧,还差别 对不对,哎,差别 除了这些,除了这些以外,我们还有比较喜欢的,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对吧,国际剧情 我比较喜欢的国际剧情 他参演的各种影视作品,我也比较喜欢看 比如说,前段比较火的这个 亲爱的,亲爱的,热爱的,对吧,好像是女士大方啊,也是我们这个,我比较喜欢的,拉造死,对吧 这也就是叫做,换人,他们时候,我带马来的这个,国际剧情 改变的那个,真实的这个男的叫李现,对不对 那现在我把他的脸,我把我这个,我偶像的脸,对不对,把他的这个面部上面,实现一个动态的一个展示 当然还有很多,还有一些,比如其他的,呃,现实 比如说这个,再来看之后呢,这个,这个,我仿佛看到了,这个,老了以后的样子,对不对 我姥姥估计就长这个样子吧,对吧,哎,老年版的吴彦祖 然后呢,呃,还有一些视频,当然我这里看一下有没有了 没有的话,我就不放了,就主要是带领大家了解这个换脸 对不起,我搞错了啊,这是我手机上的 不,这不是我手机上的啊,这个不是我手机上的,这些应该是一些日本友人,对吧,各位的日本的老师 那我现在啊,要教大家怎么来去做,通过我们的Python代码来实现刚才,你在视频当中看到那个效果 当然今天我们不会讲的特别复杂,因为这个你要做成视频的话,哎,有点复杂 你要去建立这个模型,深度它的一个优化,它的一个算法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不去做这个视频的,但是我们可以教大家实现一个图像的换脸 那么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啊,有两张图像 哎,第一张图像 第二张图像,来看一下这两个人的差别啊 哪呢 换不了吗 这个是第二张 对,两个人啊,这是两个人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两个人的脸,注意进行换 交换,换脸 能够理解吧 那我当然也有些同学,你了解过相对的这个换脸技术 其实在这个电影当中,速度激情期当中就有一定,对吧 美国就已经使用了这种换脸技术了 像这个演员保罗沃克,他发生了这个意外去射了 但是他的这个作品当中还是有他的一个表演的 那是他就通过我们这个AI技术进行合成的 当然还有一些,在近几年比较火的就是我们的B-Pen,对吧 Fix,就是你的一个深度的一个换脸的内容软件 这个呢,当然是有一部分人把它应用到其他领域 比如说某种电视剧,对吧 某种电影的女主角公 他换成了这个盖尔加朵 就是那个神区女侠的扮演者,对不对 把某种啊,某个电影女主人公换成他 这个也是可以的啊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呢,就不关于 当然这个技术你可以自己去查询相关的技术 这个技术叫做Depend,对不对,深度的意思 Fix,这个项目,对不对,你可以去了解啊 这个COO,对不对,它是做我们人脸换脸的 就是你人脸进行换脸的一个COO,对不对 你可以去了解它 当然我们在这里呢,不去详细说明它啊 不去详细说明它 因为这个内容太复杂 有些同学,零基础的同学,你是消化不了的 所以在这里先问一下大家 在开始敲代码之前,讲这些课的内容之前 问一下大家,有基础的同学,你刷个一 没有基础的同学,你刷个零,好吧 刚才也,某某老师应该也说过了,对不对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听这个课的同学 你需要去加一下某某老师的这个QQ 获取我们的这个Python的一个学习资料 这些学习资料是免费发放给你的 你是可以直接免费领取的 对不对,你不用自己再去搜罗相关的一些资源了 你可以直接找他要 当然我们本节课的录播视频 也是通过孟老师发给大家 所以一定要加他 没有加他的,你就赶紧加他,好吧 一会儿你们下课之后 你还可以跟他交流交流 问一下他到底长得对吧 和我画的这个样子像不像 我告诉你,真的是一模一样 我这个画画基础真的太高潮了 OK,接下来呢 我就开始来带领大家来做这个换脸 当然这个换脸是换图片当中两个人的脸 这里呢换脸方法 我们不使用这个DependFix 而是使用我们的一个 Face,脸的意思啊 加加,这个指的是我们的一个国内的一个网站 就是说有一些公司 他已经做好了这相关的一些内容 我可以直接拿过来用 他提供了我们的一些对外的一些开发的接口 我可以直接调用接口来实现换脸 我不需要自己去实现 对吧,自己动手去敲代码 实现它的一个逻辑 优化算法建立模型等等 一系列复杂的人工智能方面的内容 你不要去搞 对,你不需要去搞 学Python就这一点好处 一些复杂的东西 你不需要再自己重复造轮子 你可以直接使用现成的 对,明明锅里有饭 你还要自己再去做一遍 对不对,何必呢 对,何必呢 我可以直接就点外面 我就吃完了 就这么简单 那我现在先教大家 你现在关于这个Fix++ 它的一个API 大家可以去查看官方的一个文档 比较简单 我们在这里就不给大家去做过多的一个赘述了 你可以去通过这样一个链接 我把这个链接 把这个链接发送给大家 大家可以查询它的一个文档地址 那我在这里再来按照我们接下来的一个步骤 或者说我们敲代码 学习的一个整个步骤 首先我们需要用到一些库 或者说应该叫做工具的使用 这些工具的使用 注意它不是内置的 你就意味着我需要用到借助外力 注意借助外部的一些工具 来帮助我实现相应的功能 那么这些工具有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 注意首先第一个 PIP 安装我们的request的库 这个必须要有 这个必须要有 其次你还得通过PIP 进行安装另外一个库 叫做 simple json 注意 这个库 注意这个库 就是处理我们的json数据 这就意味着我接下来可能会面临json数据的一个处理 所以一定要注意啊 你不会json的 就不知道什么是json数据的 同学 一定要去了解相关的这个知识点 当然如果有些同学在这里啊 额外去插个广告 对吧 呃呃窝窝头一块钱四个 对不对 然后 嘿嘿 那个那个魔音太绕了啊 那个就是反正窝窝头一块钱四个 对不对 然后后面还有一串笑声 叫做嘿嘿嘿 对不对 那我这里给大家说一下啊 我们这里呢 是有这个相关的VIP课程班级的 对于我们今天课程当中哪一部分内容 你感觉自己学习的有点不扎实 想要跟老师进行系统性的学习的话 你是可以去加我们的清风老师去咨询我们的VIP课程 这个VIP课程大纲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哎 清风老师发送给大家 你可以看到爬冲阶段的相关内容 那我们今天讲到的json数据也是可以在大纲当中找到的 我找一下 这里 哎 json 找到没 哎 json 那你可以在这里我把这个二维码给他发一下吧 把这个二维码给大家挪裂到这个屏幕的左上方 你可以去扫一下他的二维码 去添加他的微信 咨询这个VIP课程 好吧 然后回过头来我们刚才说了这两个啊 注意这两个你先要进行一个安装 它是第三方的不是内置的 所以你必须要去安装 PIP安装方法这些安装命令我都给你敲完了 那么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当你安装好之后 当然我电脑上已经有了 你接下来进行的第二步啊 这是第一步 注意你敲代码的第一步 紧接着第二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非常的简单 就是获取这个Fix加加也就是这个网站它提供的API接口的一个什么 API的一个key 你们都知道我们的百度啊 还有这个阿里啊 它都提供了一些这个开放的一些平台 你可以直接通过调用它的一个对外开放的一些接口 使用相用的一些功能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的百度地图 百度的一个图像识别处理 你之前应该也听过我们有些老师讲的一个我们的杰出识别 我们可以调用百度的这个OCR 对不对 OCR进行一个图像的识别 那我在这里就要去通过这个网站去创建这个API的key 以及 以及我们的相关的一个内容数据 它就是你的相当于是一个密钥吧 你想要使用这个应用 你想要使用你创建出来的一个应用 或者使用这个API接口 你得有两个这样的数据 注意有两个这样的数据 那么这两个东西怎么来获取 注意不用敲代码 非常非常简单 你只需要打开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叫做人工智能开放平台 其实就是fix++矿市 矿市旗下的矿市 然后你打开这个网站之后 访问这个网址 我把这个网址发到这个公屏上 注意发到公屏上 你直接去访问这个网址 去注册 登录注册我就不用讲了 登录注册就不用讲了 你输入你的手机号码 输入你的密码进行注册 创建一个这样的应用 那么这个应用里边的哪些数据 是比较重要的 首先第一条 首先第一条 我们的API的key值对吧 key的一个内容 你得复制下来 当然你可以不复制 你可以直接在这个页面当中找到 以及你的API sks对对 把它也给获取到 那么当前这两个所需要用到的内容 我已经有了 嘴我已经有了 紧接着你其实就可以接下来去调用这样一个第三方的接口了 所以你有这两个就可以去调用接口 当然你也可以使用我的 我建议大家是自己创建一个 自己创建一个 比较简单 没有什么技术难度啊 然后第三步 我们就开始实现我们整个的一个换脸的一个步骤 换脸的步骤 对换脸的步骤 我们刚才已经安装了这些库 那我接下来我要做的 无非就是调用我的这个库 对不对 调用我接下来可能会用到的一些库 当然你需要用到时候你再去导入也行 那我现在我已经知道我可能会用到哪些 我就先来导入了 首先第一个 注意 首先第一个 request request这个库 不用多说了吧 网络请求的一个库 非常实用 大部分同学都擅长使用这个库 但是有些同学只会request点get的方法 对不对 post的方法都不经常用 也不知道相关的一些参数提交应该怎么去写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我就会给大家去讲 以及我们还安装了一个叫做 Sample Json 这样的一个库 当然 与此对应的 正也需要给大家去额外的去提醒一点 我们其实有一个内置的Json库 对 Json数据的一个库 Json库 对 Json 这个库 Json这个库 这两个库有什么区别 首先相同点 都是用来处理Json数据的 不同点在于 这个Json它是内置的 而你下面这个是外 就是说第三方的 你需要去安装 还有一点区别 就是 注意 这个内置的 它是2.6版本以后的 注意 python2.6版本以后更新的这个库 才有的这个库 也就是说 如果你的python版本比较低 真的比较低 真的比较低 比如说二点几 对不对 2.56以前的 2.6以前的 那么你这个模块是用不了 你这个库是用不了了 而下面这个虽然是第三方的 但它有一个优点叫做 首先更新 比较快 比较快 而且它这个兼容的一个版本范围 比较多 兼容的版本比较多 还有就是我们的性能 一般来说 我对吧 马克老师最喜欢强调的就是你敲出来的代码 你作为一个成学 你敲出来代码性能要好 什么叫性能 你要像你的这个平常的一个实力一样 做这个做出来这个程序 要做到什么 三秒真然人 就是你的速度特别快 对吧 这个性能就表现在我们的一个数据的一个载入 对 它的一个速度快 它要比你的接生要快一点 这个模块要快一点 处理接生数据要快一点 这是这两个是三个了 三个了 酷了 然后再来还可能会用到的一个import basis644 对吧 basis64 这个就是用来处理我们的一个二进制的一个数据的 注意处理我们二进制的数据的 OK 这些都导入完成之后 我们的酷完成了 注意 调用完成了 那我接下来就完成我接下来的第一步 我问一下第一步是什么 你觉得第一步是什么 打开 没错啊 没错 你首先 你现在我不写这个第一步 我首先做到这件事情 注意 我首先做到一件事情 先把这三个文件 我说先把这两个文件给找到吧 不对 这两个文件在桌面上的 你直接复制它的一个路径就行了啊 注意你在这里直接复制它的一个路径桌面路径去找到当前的这两张图片 那我可以用两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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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等于二双引号里边跟的是我们的一个路径表达式 就是你的一个路径 这个图片在哪里桌面上 那我自己直接复制的一个路径桌面上 都得cover一 gpg这样的图片 那么同样的道理 我们还有第二张图片 然后呢转换 对转换 这里是十一啊 十一 两张图片已经有了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两张图像当中的两个女生的脸进行交换 或者说把她的脸换到她的头上 或者把她的脸换到她的头上 就是一个换脸 对不对 那我现在有了这两张图片 接下来的目的不就是处理这两张图片当中的内容吗 但是你一定要注意啊 我处理的是哪一部分 换脸换脸 我这比如说打开一个图片啊 脖子我换吗 胸部我换吗 换不了 对不对 我这里都没有 对不对 我没有截出来啊 我没有截出来 你只能换脸啊 你别想要换其他的地方 对不对 你换不了其他的地方 除非你截的这个图片当中有其他的地方 你可以换其他的地方 对吧 这里我没有截啊 只有脖子 对吧 咱就忽略啊 忽略 这个正经一点啊 脖子以下对脖子以下的内容 我们不管只换这个头部 就是这个面部区域的东西 对不对 把这个面部区域的内容进行交换 或者说进行换啊 进行交换 那我怎么来进行交换 那你必须要做到的第一步 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 你交换的其实是面部 对吧 面部也其实就是你的人脸 那你第一步就需要去获取 人脸 注意 注意 获取人脸 当然不是除了这个人脸以外 你还要获取这个人脸当中的关键点 什么意思啊 你打开这张图像的时候 鼻子是鼻子 嘴是嘴 眼睛是眼睛 你得获取这些特征所在的一个什么 位置 这个点都在哪里 对不对 我比如说我可能想要换脸的时候 我只想换他的眼睛 不想换他的鼻子 我只想换他的嘴巴 对不对 他嘴大 我就想换他的嘴 对不对 那你就是根据这个特征点去找的 就是人脸当中的特征值 那我现在啊 就得实现第一步 获取人脸的一个关键点 获取人脸的一个关键点 对 这个怎么来获取就比较简单了 我可以直接通过定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功能就是完成我的这一步 获取人脸当中的关键点 关键点 那我问一下大家 你觉得人脸当中的关键点在哪个点 咱俩看一下这张图片啊 看一下这张图片 换一个吧 这个妹子不是特别 换一张这个 我讲你觉得这个妹子还还可以啊 还可以 对不对 你觉得这个女生啊 这个女生当中 如果你想要获取人脸 你给你四个啊 你只能选取四个点 你选取哪四个点 你选取哪四个点 有一位同学说 鼻子 你这个还有 还有同学 我听说过这个腿控啊 听过这种什么 口音控 没听说过还有这个鼻子控的啊 你喜欢这个女生的鼻子 有点这个拿啥 有点出货 出乎我的意料啊 出乎我的意料 那么其实我们啊 正常人对吧 正常人的话 我们取的点 无非就是这个脸部的一个轮廓区 哎那这四个点的选取就比较简单了 你的上边顶部下部左部右部对吧 你左边这个位置右边这个点对你上下左右是不是中过这四个点我就能够圈定一个区域啊 上下左右看一下上下左右对不对我们一般叫顶底左右对不对什么宽度对宽度通过这个来获取这个面部的一个特征 所以这四个点不是你的鼻子眼睛嘴啊 而是这里的一个什么面部特征的一个边缘 对吧边缘 能够理解吗 这个能够听懂的啊 这个能够听懂的刷个一好吧刷个一 对作为一个程序员 我们要记住这个点其实指的就是这张图像当中所在的这个点的一个什么坐标 这个点或者说这个像素点所在的这个图像当中的一个坐标值 哎你需要这样去想啊 你需要去这样去想 把一些问题给简单化 这是程序员你要做的一些事情 那我现在就比较简单了 对我现在就比较简单 我就可以通过来写一个函数 对来实现寻找关键的一个点 首先我写上这个函数的一个名称 叫做Fund 对对查找的意思 犯的找什么 找脸 对不对 找脸 我脸不要了 对不对 有好多同学就不要脸 我又不要这个脸了 豁出去这个脸皮了 你现在要找这张脸啊 找这张脸 那么你这个参数呢 就是image 注意image 你也可以是这个 你可以简写img 对不对 表示图像的意思啊 表示图像的意思 pass 这是传入当前这个图像的一个路径 对不对 你可以看一下 我可以把这个变量作为一个参数传进来 对不对 传进来不要紧 我们要做的事情 首先我们可以打印一个比较简单的内容 对不对 打印 现在我这个是函数是作用就是找 那我就fund in g 正在进行时 他正在查找 对不对 给我们用户就一个提示 你正在查找这个人脸当中的关键点 你可以这样去写 对不对 多进行一些交互的东西 让用户有一个良好的体验 对吧 然后接下来做的事情 首先写上一个htp下滑线 u要 这个u要大家也不要去找了 你不要去一下 老师我打开浏览器去找这个u要 没有 你找不到 对 你不可能说在这里找到这个u要值的 这个u要是给定的 对 这个u要是给定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去调用人家的第三方的这个api接口的话 那么这个a 网站链接 网址链接 是给定的 我再把这个网址链接也发一下 也发一下 这就是他的一个api调用的一个地址 对吧 api调用地址 face 对不对 然后呢 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比较简单了 注意 比较简单 怎么简单 我就是通过request code 点 注意 这个时候有些同学get 对不对 认为是get请求的 你刷个2 好吧 你刷个2 我看一下有多少个同学 是 老师是不是request点get 然后请求一个u要 获得一个req response 响应对象了 你这个有些同学真的不该说你 不知道该说你这个聪明 还是说你这个头脑简单啊 一定要去考虑你的这个请求 是干什么的 而我们现在请求这个链接 做的目的是为了查找这个人脸当中的关键点 但是这些关键点你不会去找 你不会找 因为有已经有第三方的这样一个接口能够帮我们去实现了 所以这就是接口链接 所以在这里你请求的时候是需要携带一些数据的 比如说我们需要携带的这个数据 我们就可以定一个字典 定一个字典 那比如说有哪些啊 比如说有哪些数据 首先 API 对不对下滑线 Key你调用的你的一个创建的一个应用 那我把我的这个API的一个值 获取 帽号 单一号 粘贴进来 然后逗号 注意逗号 后面再来一个API 这里还没有一个 下滑线 少一个少写一个 而应该有个R的 赛他 瑞兹对吧 然后呢 你现在把这个写好之后 你把这个写好之后 再来指定它的一个内容 就是我们上面得到这个 粘贴进来 这代表你填充的数据啊 你请求的时候需要携带这些数据 没有这些数据 你是请求不成功的啊 请求不成功的 然后逗号 后面再加上一个你要带的图像 对不对 我们写上一个image 下滑线 UAL 这是它的一个键啊 键的值 那我在这里写上这个键 你可以用这个双引号 单引号都行 我觉得这个无所谓啊 尽量保持一致吧 尽量保持一致 我在这里就尽量保持一致 键我都用双引号 键都用双引号 然后呢 后面冒号 跟上的就是我们导入进来的这张图片 image pass 对 image to pass 然后逗号 后面你再指定一个参数 这个叫做回标标志啊 那我们就叫做return 有些同学你如果你认为这个东西啊 你不要觉得这个难 这个东西是固定的 你想要调用这个API接口 你就必须这样去传参 必须这样去解 但是我在这里没有给大家去直接复制 是为了方便大家去理解这个内容 我直接复制的话 那倒简单 但是好多同学下课之后就会问问题 很多问题 你解决不了 再来个1 注意再来个1 OK 现在这就把这个数据有了 那你在这里请求的时候就不再是get了 我们需要携带数据 那我就post的请求 请求这个又要并且要携带数据 这个数据怎么写啊 data等于叠帖 当然你还要知道这个请求当中还有一个叫做jason等于的 这个方式对 有些筷子库相关的方法的使用 有些同学你现在不会的啊 你这些都不了解的 你自己再多去看一下 这个太基础的部分了 然后呢 以及你现在还要做的就是 你现在把这个参数数据有了 但是你还需要携带你当前的这个图片文件 那我在这里就可以定一个再定一个字典 这个字典当中的内容其实就是我们的image 当前的这个图像 注意当前的这个图像 然后冒号 在这里我可以直接用open函数 打开我们的这张图片 也就是你参数传递过来的这张图片 然后呢 打开的方式 我们以这个r 对不对 rb 二进制读取 注意二进制 二进制读取 打开 打开这个文件 对吧 这里边就存放的是它的一个内容 对吧 文件内容 二进制的一个数据内容 然后我们在这里 再使用这个fios参数进行 上手 携带我们的一个文件 请求 OK 这个能够 注意这个应该能够理解吗 有没有不理解的 不理解的刷个6好吧 理解同学刷个鲜花 咱就带过 这个比较简单 request的一个请求方法 pause的 如果这个pause的请求 不同意get的请求 它需要携带数据 携带数据 有这种字典 以及你的一个文件 对不对 有文件啊 如果你这些不会的同学 我刚才说了 你需要跟着老师一块系统学习的 你可以看一下 刚才说到这个课程当中 其实都有啊 你去找他要一下 像找我们清风老师 要一下这个课程大纲 课程大纲当中 是有着一个相关的内容 request cool的一个详细的一个使用 好多同学只学了一个皮毛 这个request cool 就认为学完了 其实你发现你自己学的真的是皮毛 然后呢 我再往下 你可以直接打印了 对不对 打印 request response 对 当然这里打印就没有用 为什么没有用啊 比如说我在这里 fand 调用这个函数 传进来一个image1吧 查找一下这张图片运行 它得到的只会是一个response的 对吧 response的一个结果 它会告诉你这个是response 400 对 400 fand 400 告诉你的一个请求 对不对 你的状态码 你的请求到底成不成功 等等一系列的内容 那我现在要在这里 就不用管这些 我不用打印它 我要做的是 获取这个响应体里边的数据 那我们怎么获取啊 不要通过TIT获取啊 不要通过TIT获取 我们要获取这个数据是二进制的 所以我们用content这样一个属性 并且要指定它的一个解码方式 对 解码方式 我们写上一个UTF-8 进行解码 解码出来的内容 我们可以用一个REQ 下滑线 这个变量来接收 对 用这个变量来接收 然后呢 紧接着来打印一下 当前解析出来的内容 看一下它的一个结果值 运行 它给你来了一个什么 报错 对 它给你来了一个报错 这里就在提示你啊 这里就在提示你 当前的你这个API 对 你这个内容是不是有问题 哪里出现了一个问题啊 哪里出现了一个问题 对 我刚才说了 你肯定是哪里有问题 所以你查下这个数据携带的时候 U要没有问题的话 查看这个键的名字 这里是不是少了一个R呀 我刚才说了 你少了一个R 我在这里的加上啊 加上这个内容 这个少了一个R 对 你少一个R 那它请求就不成功 就是Response 400 现在我再请求 它不再是报错 对 没有刚才那个错误信息 对不对 Azure什么MSG 对不对 而是返回了一个类似于字典的数据 注意 为什么我在这里强调是类似于字典 而不是说是字典呢 因为你观察这种数据结构 如果你学过Json数据的话 你应该知道 这就应该是一个Json数据 当然如果你不确定的话 你可以直接通过一个type 来查看当前这个变量 它所属的一个类型 对不对 虽然是字典啊 虽然是字典 但是它是Json数据 的一个字典 能够理解吗 所以现在如果想要去取到 这个里面的内容 你就必须得进行类型的一个转换 或者说进行一个转换吧 就是转换 你方便小白同学理解 就是类型转换 为什么要进行转换 你现在如果想要去取到里面的内容 比如说你想要取到这张脸 后面这个列表的数据 有些同学说 那这个是个字典 我直接而已 Q 中国号 对不对 里面写上一个face 对不对 我这样能取到吗 你运行 你尽管去运行 肯定会报错 注意肯定会报错 这个是不成功的 因为它不是字典 类似字典 但它不是字典 所以这就用到了 我刚才上述 前面给大家去提到的一个酷 叫做 Sample Jason 对不对 Sample Jason 这个模块 或者是这个酷 它的一个作用就是解析我们的节算数据 当然你也可以用这个 对吧 你也可以用这个 但是它有具有点 速度快 对不对 马克老师就喜欢这个速度快 对不对 就喜欢速度快一点 那我在这里就用它 注意就用它 怎么来调用 你直接 调用这个酷 对不对 点后面会有相关的这些方法 这些方法对应你的杰森某块里面的方法一模一样 对吧 Louds 对 Jump 对不对 等等这些编码解码等等 这些都有 你直接调用这个方法 注意调用方法 把我们这个内容 就是这个看起来像字典的数据 进行下转换 转换完成之后 你可以在这里用一个 this 下滑线 Jason吧 对 用这个 用它 来接收我们的当前的这个内容 对 接收这个当前的内容 你可以在这里直接打印 this Jason 运行 运行出来之后 你会发现这两个打印的结果一模一样 有一同学就要问了 那这一部程序到底做了什么 如果你通过type去查看这两个变量 它所属的类型 就会发现到底哪里不一样了 好吧 虽然显示的结果一样 但是它所属的类型不一致 不一样了 也意味着我现在是可以直接 注意 直接通过我们的这样一个字典的取值方式 也就是中括号的取值方式来进行取值的 比如说 this Jason 中括号 我要取的是这个face 对不对 我就写上face 打印它 来看一下我取到的内容 看到没 我现在是不是直接取到这个键 对应的这样一个值 其实对应的就是这样一个列表 对对应的后面这个列表 这个列表数据有点长 注意这个数据有点长 这个数据有点长 那么相比来说 有些同学你更关心这个数据的本身 因为好多同学看不懂这些数据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那么你英语不好的同学我教大家一个方法 对不对 我喜欢性的就喜欢教大家方法 你英语再不好 有谷歌翻译 对不对 你有网络 对不对 你有网络你有谷歌翻译 对不对 你就翻译一下就好了 有好多同学你不是就不去 对不对 不去动手 对吧 你怎么能学都会 有的同学不动手敲 光听 听官课 也不敲 然后呢 也不下几点心学 听听就犯了 然后发现自己学不会 还问老师为什么这么难学 对不对 你把它复制过来 粘贴进来 对不对 当然这个肯定是有这个下滑线的 你把这个下滑线都给去掉 看到没 看到什么数据了没 这些数据表示什么意思呢 嘴唇上唇左侧轮廓二 这是表示的是一个特征 你人脸当中的一个特征点 关键点 对不对 这就是我要要的呀 对不对 我们刚才说了 人脸的一个关键点 不就是你这张图片当中的 鼻子眼睛嘴吗 这些点 当然我刚才说了 你可以获取这些 也可以获取我们刚才说的 四个左表点 上下左右 所以我们要在张弦这个列表当中 去找到上下左右所存放的 这个数据所存放的一个地方 或者说他对应的一个键 这个东西不太好找 注意这个东西不是特别好找 我直接在这里告诉大家 他应该怎么来找 我直接用这个Country F 搜索 快速搜索一下 就在这里 注意就在这里 Face 一个Tag 对吧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是我们的一个人脸 注意人脸的位置 对不对 你的一个位置 宽度 高 顶部 左 然后呢 高度 对不对 这其实就是你的人脸的一个区域啊 人脸的一个区域 四个点 决定了你人脸的一个区域 现在我只需要去获取这个区域就行了 对 获取这个区域 怎么获取啊 既然是一个字典了 我想想这个获取方式 我就不用大家教大家了吧 你可以一层一层的去 对 你可以一层一层的去 当然你可以直接用Jason Pass的一个库 去提取都可以 我在这里就不不啰嗦 我就直接告诉大家 你直接比如说list 等于写个零吧 等于 这个列表当中的第零号元素 第零号元素 然后呢 就是选到这个字典 对 选到这个字典 选到这个字典之后 再通过它的一个字典 点去选取里边的值 还是中括号 写上这个键导要对应的值 这个值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对不对 然后呢 等于我们接受一下 你可以直接来打印一下 或者直接经过return进行返回 好吧 我们直接运行一下 看一下啊 他返回的这个内容啊 看一下他这个字典 注意看他返回的这个字典 就是你的轮廓 注意轮廓的一个位置 对 轮廓 面部轮廓的一个位置 OK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步啊 注意第一步 获取人脸的一个关键点 对吧 人脸的一个关键点 我做完了 注意就这个函数 我现在把这个函数给注视掉 调用给注视掉 紧接着我们来做第二步 我问一下大家 第二步应该做什么 哎 第二步应该做什么 继续找 你有了这个函数 你找一张连 你就调用这个函数 你再调第二张连 你再去调用这个函数就行了 你不用去再去写了 对吧 不用再去找了 获取另一张连 获取另一张连不就两次函数调用吗 这个有啥要考虑的啊 要写的啊 这个不用去考虑啊 这个不用去 你已经写好这样一个函数啊 直接调用就行 第二步 我们再说一下这个第二步 注意 这个第二步它的一个作用其实就是核心代码 注意我们的这个AI换脸的核心代码换脸部分 换脸部分了 实现换脸 对吧 就是换交换两张脸的一个内容不是啊 对不对 把两张脸换一下就行了 对不对 我可能就比如说这张脸我给它截个图 我给它截出来 换成另外一张脸 给它贴上去 对不对 给它贴上去 这就完了嘛 对 就差不多 然后自己再去调试一下这个位置特征的吧 让它进行一个拟合 优化一下 对不对 这就是换脸 那我现在也可以通过一个函数来写 当然在这里要提醒大家 接下来的代码当中 你的这个图片大小 你是有要求的 图片 最好你的这个大小啊 注意你的这个大小不要超过一个二兆 就是2M 不要超过它 你超过它的话 有可能你的代码就会出现问题 这是我测试过的 好吧 测试过的 这是你需要注意的一个事项 我在这里就再写多写个警号吧 你需要注意的 这个图片的大小 好吧 然后呢 我们来写一下这个函数 进行换脸的这个函数 换脸不就是进行拼接这两部的一个脸吗 对不对 拼接 合并 或者说叫合并也行 对合并两张脸 那么你这里边就需要用到两个参数 一个是image 下滑线 UAL 一图片一 对不对 图像一 以及你的图像二图像三图像然后就没了图像没有图像四啊没有图像四就两张领 图像二 它的一个作用是决定你的一个换脸的一个相似度的 什么意思我可以让他两个人长得有比如说换脸之后的效果啊长得有八分像七分像对不对或者说像隔壁老王对不对等等你这是根据你这个换脸的一个相似度来的啊相似度我可以通过这个数值来进行约束都在约束他的换脸的一个效果 换脸的一个效果然后我们接下来首先要做的就是什么得到两个人脸的关键点位置 对吧他的一个特征点位置怎么得到啊我们上面写了函数了呀对调用这两个函数就行了传进去首先 image图片一对image下滑线UAL一这张图片对吧获取一张人脸对吧获取一张人脸 当然这里前面的这些打应物都给出示掉啊未免避免他代码运行的时候出现这个内容对吧出现一些内容 那最后的这个返回值你必须要用一些内呃一个变量来接收我就用FF1这个变量吧这个变量名起的不是特别好但是就这样去写吧好吧FF2等于 其实你可以直接CtrlD都得改一下这是第二张人脸 第二张人脸 OK现在这两张脸的面部轮廓位置就是这样个字典都在这两个变量里了 对都在这两个变量里了那你接下来要做的无非就是把这两个数据啊进行处理对这两个数据我先不处理我不注意我先不处理我直接再写上一个UAL 这个UAL同样也是调用我们的API的接口ADD等于一个UAL这个UAL你直接去我再给大家发送一下这个你不要去找了没有没有那么多东西你去找自己找的话太费时间我把这个UAL直接告诉你好吧 把这个UAL直接告诉你发一下发一下粘贴进来注意粘贴进来得到这个UAL是实现注意上面这个UAL是获取我们的人脸关键点的对吧 而下面这个UAL是进行合并的合并两张脸的就是实现这个换脸效果的对吧 它这个接口所以在这里这个UAL你也同样要像上面一样进行什么 进行什么请求什么的对进行请求什么的但是在这里啊对在这里我们直接可以像上面一样写上request点post请求请求我的这个UALADD 那么你想都不要想你肯定会有什么数据啊会携带一些数据提交这个请求对携带数据提交这个请求 那你现在就把这个数据内容写一下这个我就不带领大家去敲了啊 我觉得没有必要我直接就给大家粘贴复制了啊这个数据就是你请求的时候需要携带的数据参数 需要写在这些参数这些参数大家看一下啊这些参数看一下首先这个key和这个相应的这个设置对吧 密钥我这个我就不用告诉大家了 这个是你在网站上中是可以找到你这个应用的内容的 而下面的这两个这些参数就比较重要了 首先看一下template叫做模板的意思 也就是说你的模板文件对应的是谁 哎你的合并的这个文件是对应的是谁说白了就是你的第一张图片第二张图片 以及你的第一张人脸的一个轮廓位置第二张人脸的一个轮廓位置 最后合并的这样一个相似度对不对 你这里用number进行表示我用这个百分之一百我就写个一百 那就是百分之一百进行相似 那么这些参数你就必须得按照这样一个要求进行提交 但是现在你有这些数据吗 有这个bestest64吗 templatebestest64吗 没有那么相应的处理对相应的处理你在这里就要去做了 如果我首先得得到对得到那我在这里就是f1等于open打开这张图片打开我的第一张图片 image又也要1然后打开的方式rb 后面注意后面的最关键的你打开之后有些同学老师我读取吗 注意是读取但是你现在要做到的是注意你现在要做到的是什么呢 把它给转换成我们的一个字符创用来编码我们的一个字符创 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我们刚才给大家去导入的一个basis64 这个模块这里边会有一个basis64 uncode进行编码的编码我们的字符串 那么你就需要把这个f1点read读取出来的内容进行编码 进行编码对必须要进行编码 然后你得到的这个f164就是我这里需要用到的这个数据 对需要用到的这个数据那么同理当然你在这里啊你这个文件的打开和操作我就不用强调了吧 你打开之后你必须得关闭啊 对必须得关闭 同理我把这段代码可以直接复制 写上一个f2 f2 把1全部改成2啊全部改成2 哎这两第二张图片也就有了f2对basis64也有了 那么还有就比如说你的面部轮廓这里 这两个值你虽然可以在这里通过f1f2得到 但是这两个数据它返回的一个格式是一个字典 对字典 但是你提交这个数据的时候 你知道实能字典吗 你看一下人家这个数据 键对应的值 这个值是什么 这是什么 单引号双引号 这叫字符串 对不对 也就是说你现在需要把你的这个字典数据转换成字符串数据 对吧 转换成字符串数据 那么这里转换的话也比较简单 我不带领大家去写了 我问一下大家 这个有没有不会的 不会的刷个9好吧 刷个9 字典转换成字符串不会的 如果这个都不会啊 如果你是零基础的我就忍了 但如果你学了有两星期 一个星期以上啊 一个星期以上你不会 那你真的考虑一下自己啊 是不是这所学了 对你的学习方法了 好吧 直接STR不行吗 你试一下 注意你试一下 有些同学你真的得试一下 你才知道 不要这种随口说 我在这里用一个 比如说 F1吧 就用F1这个温量接收 STR 把这个F1传进来 打印F1 注意打印F1啊 打印F1 我下面去调用 对你调用 或者说你直接运行 注意运行 你会发现这个呢 到底成不成功 到底可不可行啊 到底可不可以 自己想一想啊 自己想一想 这种方式能够直接得到吗 字典当中有见有直 我要的是什么 我要的不要见 我只要里面的直 注意直组成的一个字符串 说白了就是 145 逗号 150 170 177 145 那么你还能去 这样去取吗 不要想 当然啊 没有那么简单 对吧 你在这里就只需要 做一些处理 当然这些处理也比较简单 其实就是把每一个件 对应的值 获取到 然后 注意 然后干什么呢 进行转换类型就行了 然后再把它拼接到一块 就行了 对 把它字符串拼接到一块 看这里边没 看到这里边没 逗号链接啊 逗号链接 那么转换成的这个数据 你可以自己打印一下 其实就是字符串 对 就是字符串 然后你这里的参数 才是完成 那么你的这个携带的参数数据 就完成了 这个携带数据完成之后 你在这里请求的时候 就可以携带上这个数据 参数 携带上这个参数 带上这个参数 不要紧啊 那你随之而来的就是你的请求的一个内容 还是用req count吧 还是用它接收 当然你可以用这个区分一下 比如说我在这里下个一 都在加个一 同样的道理 你这个当然你这里不是这个啊 应该用这个res response 不对 也可以不写e都行 当然这里你要搞清楚啊 有些同学如果不写不区分的话 你很容易搞迷糊 所以我在这里还是区分一下 好吧 区分一下 response 1 点 content 还是这样一个属性 点 decode 进行解码 utf-8 这个编码 万国码 对 没有错 是最后req count 1 对 老规矩啊 还是这样一个写法 那么写下来之后 注意写下来之后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什么 你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解析 你请求或者说合并完成的一个数据 合并完成的数据啊 合并完成的数据 你现在就可以直接在这里 打印req count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据到底什么样的内容啊 我们可以传进去参数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传参数了 传上去一个image1 image2 两张图片啊 两张图片 image2 以及我看一下还有什么 没了 image1 image2 然后再来一个参数吧 以及你转换完成的 转换好的这个数据 我们写上一个image吧 就是image 对 image 然后呢 再来一个逗号 相似度为100 或者说100啊 就是完全相似 当然这个变量 你得指定一个路径啊 我把这三个路径给直接拿到下边来 自己向下的 自己向上的一个编程方式 一定要搞懂 自己向上的啊 自己向上 拿过来 那你这里的image还没有去指定它这个路径 同样把这段代码 把这盒路径啊 把这盒路径啊拿过来 拿过来之后呢 改一下它那个图片就行了 我改成face 对 GPG就行了 保存到这个文件啊 保存到桌面上有一个名字叫做face的一个GPG文件 就是我合并完成的 对吧 效果内容 那我现在去运行 你先看它输出的效果 这里肯定会报错 也不会在桌面上有图片内容 也不会有图片内容 因为你没有啊 你打开桌面去看一下就知道 并没有生成 注意并没有生成 那么你要观察的是这里打印出来的这个结果 有一个request id 这个你不用管 后面的这些数据里边有一个内容 什么内容呢 看一下这些 这些内容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个图像的一个二进制的一个文件数据 那么你需要把这些数据得到 得到的方式就比较简单了 既然还是返回的是这样一个格式 还是类似于json的 你可以像上面一样去处理 也可以要用我们的json模块下面的一个叫做 json 注意json decoder 这样一个方法 它的一个作用也是进行解析 那么我在这里decode进行解码 解码什么内容呢 就是我传进来的这个req count1 得到的这个结果 其实就是req下滑线 dict字典 对dict字典 既然转换成字典了 对吧 转换成字典 那么字典的取写方式 我问一下大家 你还不会吗 我就用把这个结果result 等于这个字典 中图号 找到里边的agree 我们的数据 我们的二进制数据都在这个result 这个键对应的值 对吧 就是我们想要的 那我就把它的键拿到 根据键获取它的对应的值 得到这个result之后 你需要做的事情还没完 注意没完 你需要写上一个变量 叫做image 或者说img 对img data就是我们的图像数据 你生成的这个图像数据 必须要进行basis.bases64 decode进行解码 注意进行解码 把它解码出来 解码出来的内容 对吧 解码出来这个数据 image 对吧 eimg data 这个数据就可以用我们平常的一种方式 比如说写上一个feel 等于open 打开当前这个图像 它的一个路径 保存这个图像的路径 然后呢 写入wb 写入这个数据 写的方式 对不对 feel 点realt 写入写入什么 写入这个image data 然后最后这个图像 或者说这个图片 你要给它关闭掉啊 close 关闭 OK 这个代码就完成了 注意这个代码就完成了 现在所有的代码都敲完了 注意都敲完了 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了 好吧 听到这里还能跟得上的 刷个1 好吧 还能跟得上的刷个1 我们现在就看效果 先刷个1 运行 先看没有报错啊 应该没有报错 没有报错之后 你可以看到这个桌面上 它突然多了一个图片 突然多了一个图片 我们打开这张图片 来看这张人脸啊 看这张人脸 但是你一定要发现这张人脸 它的一个区别为了方便大家对比啊 这是换脸后的 这是换脸后的 我再把之前的那张图片 之前的这几张图片都给拿过来 这是第一张这个女生的图片 人脸 我放到第一个位置 然后呢 还有个第二张 来 能够看到这个换脸的效果吗 能够看到的刷走鲜花好吧 这个结果大家应该也能看到了 对看到效果的你就可以刷走鲜花了 当然在这里啊 你可以看到的是把第二张人脸放到了第一张图片上 就说白了 把它的脸贴到这张图片上 当然你可以反过来 对不对 我们玩一下嘛 对吧 我们玩一下 我们来玩一下 这张我就给大家删掉啊 给大家删掉 我把这个位置调一下 把一换到二上面 都得我运行 同样也不会报错啊 它同样也不会报错 同样也是生成这张图片 我们打开这张图片 这个解一下图吧 这个效果可能会更好看一点啊 这个效果可能更好看一点 看到呗 然后呢 有些同学说想要看一下这个相似度 那我也可以来看一下这个相似度啊 我把这个相似度给调一下 100的话确实相似度有点高 确实能看出来这是两张人脸进行了交换 我给它改成一个50 那么它的一个效果肯定就不是特别明显 就是两张人脸啊 可能这两张脸都不太像 对可能是一半一半 你就是跟这个刚新出生的一个婴儿一样 刚新出生的一个婴儿一样啊 对不对 确实两张脸都不是特别像了 对不对 你看一下 两张脸都不是特别像 这个嘴好像就是他的嘴 但这个眼睛好像又是他的眼睛 对不对 一半一半啊 一半对比的 一半一半 他可能就取得他上边部分 取得他下边部分 这个还挺好看的 对吧 这个捏出来的效果还好啊 这个捏出来的效果还好 OK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AI对吧 换脸 当然你想想图片可以换 那你后期你自己想要去做这个视频的换脸 对吧 相关的一个内容其实也不是特别难 原理技巧 至少原理你是摸清楚了 只不过实现起来确实有一定的复杂程度 因为你现在所学的太简单了 对吧 你学的太简单 所以你肯定觉得难 算法之类的你都不会 对不对 有些基础的代码你还不会的 对不对 你还不会敲的 对不对 那肯定有一定路要走啊 有一定的路要走 然后呢 注意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说一下 注意说一下 这里想要跟老师一块学习这个课程 同学有没有刷个一 好吧 有没有的 刷个一 带着你玩通过python 玩转这个 对吧 不是玩妹子啊 是玩这个python 对吧 玩python 我刚才说了 呃 这里在听观课的同学也有之前我们的一个VIP学员 你可以问一下他们在我们的这个VIP课堂 或说在我们的VIP课程当中 是不是比你现在所学习 就是说你之前学习的一个效果要好 学习的内容要多一些 对不对 掌握的一个技能要多 那我刚才也说了 你现在就可以去加我们的清风老师去咨询相关的这个课程 对咨询这个相关的课程 好吧 呃 有些同学就说 老师我想学 我想要跟着老师一块学 但是我由于某某某种原因 这些原因我首先给大家分析一下 第一个 哎 很多人会考虑这个没时间 因为你有些同学他是这个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要不就是学生 要不就是上班族 不可能是午夜游民的 所以他觉得这个时间很难去抽出来 对吧 一个时间来学习这个相关的一个技术 但自己又特别感兴趣 所以比较纠结 那我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的整个VIP课程是直播授课的 就是每天的晚上的八点 八点到十点之间讲课 这个时间段大部分同学不管你上学还是上班 这个时间段是空闲的 当然有些可能个别同学你要上夜班 没关系 如果你错过这个直播课程的内容 老师也会发放我们的课件圆码笔记 给到我们的学员录播 你可以通过录播课件笔记去进行补足 当然你也可以去找我们的老师进行 VIP的一个一对一的辅导 对不对 或者说一对一的解答 补足你的一个缺失的部分 对吧 这是时间这样的一个解决 还有些同学 老师我想要报名 但是你这个课程是收钱的 我想问一下大家 现在还有这个天下还有免费的这个午餐吗 免费的午餐是谁吃的呀 你要知道 免费的午餐都是谁吃的 乞丐 对不对 你要想想啊 这个免费的午餐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 你就随便吃对不对 你肯定要付出一个代价 证明你首先这个费用啊 当然也不会特别高 如果你对于这个课程价格 你感觉就是说有点这个困惑 有点犹豫啊 你可以去咨询我们的清风老师 对吧 我们会有相关的 如果你真心想学习的话 我们会有相关的一个学习名额 当然这些学习名额是有限制的 对吧 我们这个学习名额是有限制的 不可能说每位同学 我都给你 让你去享受这个学习的一个优惠名额 去报名学习 对不对 但是给到我们这个真心想学习的同学 你可以去咨询相关的这个学习优惠名额 而且这个课程的价格 你是可以办理分期来进行学习的 每个月也要不了多少钱 你可以分期 你可以分期 不是这个啊 你搞清楚 我不是说你们是乞丐 一个学习的人 对吧 你一个学生 你觉得你自己是乞丐吗 我只是说什么呢 你要知道啊 一些东西不是免费的 有些同学免费的 听我们两个月 三个月 四个月 对吧 甚至半年的公开课 我们也没有说 阻止大家去听 或者说直接怎么样 对吧 你知道啊 你要去有这样一个心态 老师辛辛苦苦 给你讲两个小时的免费的公开课 你对于老师的一个态度 应该是怎么样的 就好比现在这个课堂上的情况 对 好比课堂上的情况 有好多同学 在刚开始上课的时候 有一百多个人 现在听完 对吧 真正能够听到结束的时候 只有六十个人 尽管有可能还有一些同学在挂机 甚至有些同学打了卡 对吧 就走了 然后呢 回去再去找我们的梦梦老师 去叫录播 有没有这样的同学 我不知道啊 当然这种情况确实存在 我不知道是不是你 但是这种情况 我要说的是什么 我们也会发这个录播 我没有说不凡 对 没有说不凡 只不过对于你的一个 你们对于老师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态度 你现在要端正一下 老师通过直播 对吧 跟你进行交流式的学习 你不学 非得看老师的录播 然后有问题再去问老师 那么会让老师有一种感觉 去感觉自己公开课白讲 对不对 我有给到大家两个小时时间 我花费我两个小时时间 免费给大家去讲 有问题你可以直接去提问 多好的一种方式 多好的一种学习方式 但是好多人也不满足 对不对 听完公开课之后 还有问题 不去这个公开课上提问 然后私底下再去问 老师这个什么什么问题 什么问题 我不会 对不对 老师你没有讲清楚 等等等等 这个你要自己想啊 自己想好吧 OK 今天的课程就是这些 好吧 最后的61个人 我现在听到课堂 有61个人 我现在就来截图 注意我来截图 听到最后的同学是有卢播的 OK 我已经截完了 60多个人也不多 但是我截图 这些人是有卢播的 是有卢播的 好吧 好问题吗 没有问题的话 我就下课了 好吧 没有问题的同学 刷走鲜花我就下课 OK 那好 同学们再见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